你你你 被關了多少Anchor的業配影片呢 缺貨賣報網友零負評 葛萊美評審超愛 抱歉齁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參考價值啦 沒啥用 好不好用缺點在哪 這些才是重點啊 回正題 這副SUNCO Liberty 3 Pro 跟上一代相比便宜了一點 晶片也從高通秀的跳到橫鮮囉 如果你有印象 上一代被我們Eason講得多屌多厲害 這些齁都是過去式的啦 過了一年的今天 就讓CINDY有這個科技太美接棒 用最全的體驗 帶你們來一起挑戰場上的底線吧 收起玻璃心 這就開始 分開外盒包裝 雙花白的Liberty 3 Pro耳機 加充電艙一組 還正列的洗腳耳塞四組 還有耳翼三組 左邊抽開有一條Type-A to C充電線 還有三本說明書 趕快沒有收納袋 霧面輕浮充電艙 單手一推 滿滿科技味的呼吸燈 也跟著塑膠味一起飄出來啦 耳機難出來之後 超難忙放回去 接點位置有夠難對 不夠人性化 底部是無線充電的位置 轉過來後面有Type-C充電孔 旁邊實體按鈕壓一下 前面三顆電力燈號就會亮起來囉 耳道是耳機本體沒有LED燈 中間是觸控區 翻到內側有離耳偵測感應點 還有進化板的圓形發聲孔 有卡扣的特規耳塞 輕輕一壓就裝回去囉 那Liberty 3 Pro 不管是單轉雙還是雙轉單 幾乎都是秒轉換 完全不用等啊 超扯 而且左右耳都可以獨立使用喔 跑開充電蓋就會自動連線了 不過抱歉啦 配對的等待時間還是有喔 有入耳跟立耳偵測的它 單耳拿下來過三秒 音樂才會暫停 原本的環境音模式 也會自動被切到標準 降風罩跟著關掉 戴起來過三秒音樂就繼續播 也會恢復原本的環境音設定喔 耳機很大一力 九代還OK不會撐開耳道 要說舒服喔 比它舒服的一大堆啦 不過不悶耳跟耳翼支撐的穩固性 是真的給過 耳道士愛好者 撐口一下 補充一下 這種力壯的入耳 就是耳道士 AKA入耳士 物理向照好棒棒 何況它又給AMC主動降噪 屌打這種半入耳式的蓮蓬頭鬥療菜 這種的降噪 有跟沒有一樣啊 耳機操控的話 右耳點兩下來播放或暫停音樂 左耳點兩下則會切到下一首歌 兩個長按都可以切換AMC降噪跟通透模式 這邊注意一下 預設控制像按一下跟按三下都沒有功能 在耳機上也只能切降噪還有環境音兩種模式 不靠自家的Soundcore App 就只是個半殘酷啦 要全解放 我們進到控制像 把按一下跟輕點三下打開 就可以個別調左右耳的功能 在環境音把標準打勾 才是功能全解放喔 規格的部分呢 有基本能抗旱的IP擦拭防水 不是高通晶片 APTX當然你就缺席囉 雖然有吃到Sony LDAC邊嘛 但在這個模式 原本的1對2就會降成1對1而已 而且喔 還會有偶發性斷線的問題 簡單來說啦 音質連線你只能二選一了 剛剛到耳機只有LAC 要解放LDAC 就悠悠靠App才會完整 這個不用還真的沒發現耶 單體是上一代的進階版 ACAA2.0 同軸圈鐵升學設計 這個簡單來說啦 就是把動圈動鐵串在一起 就有動圈的低頻表現 還有動鐵的吸之多 心底下粉來解答 Liberty Support的ACAA2.0 又動鐵又有動圈 這到底是什麼呢 它們都是耳機的單元技術啦 有缺點就這些啦 動圈呢就贏在低頻淺又濃 動鐵就贏在細節度 不過主要的靈魂 還是要靠廠商調教 不然就只是空殼來的啊 啊不知道怎麼選的 這副可以了啦 低頻細節動物 上口調音豪塞咧啊 小Sindy在教室 下次再見啦 掰掰 低頻兩感最多 主要是偏Q的聽感 也有點小小的下潛 三頻細節非常多 都有層次感 速度感 跟尾音的延續的感覺 但是高頻在編曲複雜的地方 會有點被悶住 沒有透亮感 上不太上去啦 音場的話呢 是有拉出來一點囉 不至於到窄的程度 開啟ANC降噪 這時候的音樂 就會變得比較散一點 沒有那麼厚實了 距離也會被拉得遠一點 低頻部分呢 亮感跟Q感都會被抽走一點 殘念 總的來說 的確 動圈動鐵的優勢 它都有 很讚 要我說啦 就是開ANC降噪 會讓調音稍微跑掉 聽個響個幕了 應該是還好 聽不太出來 但我自己呢 還是覺得在標準模式下 聽音樂才是症結啊 ANC降噪的部分 我們先在APP裡面 進行HEAR ID ANC測試 整個時間大概一分內解決 快到爆 接著實測HEAR ID ANC的指示音模式 大概可以降個八九層 但一樣喔 高頻噪音也都還是在啦 真空壓力也都有 欸 那前一代有些人是說啊 開降噪的時候 會有小小的大大聲 或是底噪 我這邊體驗它兩個禮拜 是沒有遇到啦 你們有遇到 沒遇到 都在下面一排刷起來 回報給廠商 畢竟廠商不改 產品不會好啊 再來換到通透模式 有完全通透 還有人聲兩種模式 完全通透的環境音 會收得比較多 不過聽起來有點像在刻意放大 不是那種自然派的 頭髮的摩擦聲音 也都會被收得很清楚 更不用說是高頻的 突發噪音會有毒刺了 那人聲模式呢 顧名思義 就是人講話的聲音 會比較突出啦 又是阿蘇不動 續航部分我們開啟ANC 手動最強降噪 加上LDAC模式 效能全開 連續聽音樂 完全不間斷 平均每小時會掉電20%左右 大概到第五小時 幼耳就會先沒電 再過半小時 卓爾就會接著沒電 自動關機囉 恐怖的是 電量測完喔 我就這樣不動它 放著讓它這樣子 結果過了一小時 居然兩耳又顯示出了10%電 好啊 然後聽不到一分鐘 右耳沒電關機 再過三分鐘 左耳又跟著沒電關機 這到底是為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 沒電之後 把耳機丟進充電艙充電 15分鐘就能充到70% 半小時充到90% 要兩耳全部充滿 只需要40分鐘 最速穿梭 就它啦 也講一下齁 耳機丟進充電艙充電的時候 充電艙外面的燈號不會閃爍 光看外表 你永遠都不知道 耳機什麼時候滿電啊 通話部分用的是通話麥克風 ENC環境MI還有內耳收音MI 再搭配AI降噪去處理的 聽起來大概就像這樣啦 通話實測來了 我們現在一樣 用電信通話的方式 啊 連的手機 是 魚肉品魚第一台的系列 無色彎彎的系列 你去幫他進去 大家可以進去看 Tanko Liberty Street Pro的收音 還有降落效果怎麼樣啊 好了 機可以怎麼樣啊 在下面告訴我們 Tanko Liberty Street Pro的 戶外錄音測試 原始部分就奇怪啦 在測試軟體打開LDAC的音訊 會比較早出來一點點 關閉LDAC測出來的延遲 一下高 一下低 啊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在優化還是怎樣 在Youtube看影片仔細看 也會有一點音訊提早的狀況 但放鬆看基本都不礙事啦 至於槍戰啊 應有的音訊 反而還會延遲一點點 哇 超弦啊 最後就是前面一直出現的 SUNKO APP 沒錯 你不宅 LDAC就叫不出來啦 耳機控制箱還會少兩個哦 裡面可以看到左右耳 跟充電場電量 TierID ANC有知識印 跟可以調三段強度的手動模式 回去還能選 標準跟通透模式 裡面有完全通透 和人聲模式可以選 回來也可以打開降風罩 下面聲音效果有四種可以選 不過在LDAC模式下 不能啟用環繞立體聲 預設裡面有22種官方條的EQ 每一腦都能選的程度啦 那在制定則可以調整八段動態範圍 最多能存20組制定EQ 回到首頁的更多設定 可以開關Rudio偵測 還有不支援LDAC模式的雙裝置連接 其他還有一堆有的沒的設定 全都給你啦 HearID音質測試的部分 ANC測超快 大概一分內就能解決 反過來這個HearID就測的比較久了 要三分鐘 不過它可以讓兩耳聽到更多的細節啦 話說回來 你買第170 Pro 拜託 一定要給我載App 這才是完全體啊 不然什麼功能都開不了 就只是個半殘貨而已啦 撇除規格的話 最有記憶點的就是得了高通CVC的通話降噪 Q彈的低頻 豐富的細節聽感 還有預設一圖拉脫的EQ模式 任君挑選 從這兩點來的 它很可以 但是你要買不定的延遲 加上體驗兩個禮拜下來 小斷線武器的程度 要拿它玩反應類的遊戲就不太推啦 至於會不會被放生喔 放心啦 前陣子的Liberty Air 2 Pro更新完 直接Get LDS1編碼 所以上面輸的一堆咚咚 之後可能也會被優化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又缺點刀圖了 你要不要接受而已 要記得也要看我寫的文章 還有置領留言 這才是完全題喔 FB IG 賴色全都追起來 我是科技狗的開媒單單 Findy 這是功能全面 顧呵呵的 Liberty Street Pro 想看我們開箱什麼耳機 也可以許願喔 下次再見啦 掰掰